我沒有人坐在講 那麼多人在排隊也沒有人坐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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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美人 吃美人 我還聽好幾種說法說已經 是分好幾趟在發 那中間離開的人到底算什麼 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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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上面是寫幾點開始發 十一點啦 現在才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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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 要跟我講話先打一切都出來講 先打一切都出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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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再問你 你說沒 你是你說的嗎 電視會怎麼都有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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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位就不看來 你自己幫我自己亂 好 不在乎都吃來 就起 沒有錯 你們為何表示要退位呢 那你沒有誠意要退位 就退全部 幹嘛只退一半 甚至有民眾氣到摔餅 丙懈四散 員警也到場關切 大家火氣這麼大 因為光排隊退貨 就要等一個小時 扇子陽傘全出動 怒火不斷飆高 跟你話你還這樣 討價還價 他沒有跪下來 跟我們那個對不起 政府要負責 人家餅店也是受害者 我們也是受害者 對不對 你說什麼GNP 你政府有去做那個嗎 有去做把關嗎 禮季停業三天 處理退貨 已經退費超過八百萬 但退半價爆糾紛 台北禮季在晚間五點緊急宣布 退貨從寬認定 都能全額退費 會在聯絡之前 只拿一半金額的消費者 再來台北禮季一趟捕魚額 其他產品可退 是老店的欠意和權益 但消費者對台北禮季商品 信心蕩然無存